1月16日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和爱塞克斯两栖作战戒备群 在南海完成了联合远征打击部队训练 加上美国目前在西太平洋部署的林肯号航母 在日本横须赫港停靠的里根号航母 相当于美国现有包括准航母群在内的3加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国周边 连中共红色媒体《环球时报》专栏《不一刀》18日也表示 这些航母战斗群的武力足以决定一场中小型战争的走向 军事专家宋忠平认为 美国这种安排有明显针对中共的意味 其两栖攻击舰和航母在南海进行的夺岛演练和两栖作战 就是针对中共入侵南海岛礁或台湾时所进行的反登陆作战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